大家好,各位朋友,你們好 歡迎收看Tunggast Cooking Channel 我是未來美食家A4 在2018年聯合國已經宣佈了 肉食是現在世界環境最迫切的問題 因為要生產肉食供應人類蛋白質 其實肉食工業已經產生了18%的碳排放 比交通運輸更高 而同時間也耗用了地球七成多的土地 耕種養活動物 同一時間也消耗了全世界兩成三的乾淨食水資源 加上人類越來越長壽 在過去100年人類的人口增長已經增長了四倍 而這個在歷史上也是史無前例 因為如果透過種植農作物去養活動物 再好餵人類的話 其實這個所謂糧食轉換率是非常之低的 大約我們放進去的一些糧食 只有3%至10%會變成食物 供給人類 所以現在肉食問題不單是氣候暖化 已經涉及到一個可能影響了人類生存的糧食危機 因為這些種出來的農作物本身可以直接給人吃 所以如果你把它種出來之後給動物吃 再給人類吃 其實就很多浪費了 大約10年前有些科學家就想一下 我們可不可以直接吃這些糧食呢 最近這幾年研究成功了 直接把糧食做到一些營養價值 和味道相似的一些新食材 就是植物肉了 在最近這兩年 這類的新食材 也登陸了香港 登陸了亞洲 已經在很多餐廳裡吃到 甚至在街市都可以買到 我希望透過這個平台 將我自己過往煮植物肉的心得 和創意分享給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 去看看 友認識水 10分 3分 3分 5分 3分 5分 感谢观看